再来看到这美华协会洛杉矶分会 在今年亚太义结出形象奖的颁奖典礼上 颁出了三项大奖 包括了政治成就奖 最具影响力奖 以及社区成就奖 其中最具影响力奖 是由南加州一家亚裔广告公司获得的 那么协会的会长就说 颁奖给广告公司是肯定他们 帮助亚裔迈入新媒体产业 并且也不忘来回馈社区 美华协会大洛杉矶分会会长 Edward Liu亲自把年度最具影响力奖 交到英特券执行长Julia Huang的手上 肯定他和他的公司 多年来致力帮助美国亚裔 迈入网路新媒体产业 尤其是今年4月份 他在美国著名的新闻博客网站 赫芬顿邮报上的重要评论 更被评审委员会认为是得奖的不二人选 最广网路新媒体产业之外 面对竞争激烈的美国行销市场 Julia Huang所率领的团队 更相继获得丰田汽车 AT&T以及Stefan等大企业的青睐 制作出许多筷子人口的广告 推广到美国亚裔社区 除此之外 他还对各种回馈亚裔的慈善工作 充满热忱 我们真的想回到社会 所以回答您的问题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在帮助社会 真的没有足够 热心公益之余 Julia Huang还投入巨资 来拯救长堤市古迹 要把老建筑物的内装改头换面 成为一个拥有一万五千平方英尺大的 现代化办公楼 不只是公司的新总部 也是长堤市的文化走廊 继续在各方面发挥亚裔的影响力 多云新闻用至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告